Hello 大家好 最近發現了非常多新款 真的拍都拍不及 所以拍一條影片直接一次展示給大家看 大家記得由頭看到落尾 看看如果你們對哪隻手錶有興趣的話 記得WhatsApp我們下服問一下 哪家門市有現貨或者幫你安排調貨都可以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還可以預約試戴 首先介紹的是Casio Edifice的太陽能標款ECB2000系列 設計靈感是來自方程式賽車的懸掛系統 而且這隻會是第一隻以碳纖維加樹脂去強化的Edifice錶款 當然不少都是可以用藍牙連接智能手錶 整隻比我的感覺是非常輕身而且超級有型的 可以看到它的錶身做得非常薄 近年的Edifice錶款都會走這個又輕又薄的路線 而且錶盤設計也是越來越有型的 它的同款還有兩款的不手鋼錶帶款式 不過這兩款顏色方面是有少許分別的 一款是銀色的不手鋼 一款是碳黑色的不手鋼錶帶 但可能在光線下大家不太清楚 但我現在手上的這一款 這兩款除了在錶帶上有分別之外 其實外圈都會有不同 剛才膠帶款是卡磅圈 這兩款是不手鋼外圈 可以上手看看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個款式 千多元還有卡磅的外殼 真是值得玩 太陽能 藍牙連接手機 所有東西都不用用了 全部用過手機就完成了 接下來如果有看我們Facebook IG的朋友 應該都會見過這隻錶 就是Berling的龍虎機械錶 是兩款性格比超高的機械錶 你就這樣眨眼看 已經看到它的錶盤有龍虎的雕刻 外殼還有打磨技術 做了一些虎紋的效果 接著都拉近給大家看看 其實你們看到它的玻璃有藍導膜之餘 它的弧度還會緊貼著錶殼 是會微拱的 而機身方面 就用了星城的秒塔機械機身 絕對沒問題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特色 就是它連底殼都會做了龍虎的坑紋 大家一定要過來看一看 試試上手 它真的很有質感 整隻錶 接著跟大家看看新款的G-Shock 都是金屬殼的黑金配色 分別有2100和5600 都是分別有一大一世 情侶錶的款式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們門市參觀選購一下 接著會是一些復古錶款 說它是新錶又不是 說它不是新錶又不是 因為它是很多年前已經出過的 CITIZEN的溫度計錶 當然 而且可以做一個DUAL TIME 多功能的一些錶款 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小時候買不到 你可以現在爭取一下機會 這三款錶款都是相當VINTAGE 你可以看到它除了有兩個時盤尖外 又會有溫度計 還有一些跳字的顯示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左下角 還有一個感應溫度用 接著又是CITIZEN的另一款復古錶款 今代跟上一代一樣 都會用了一個磨砂的外殼 但最大的特色很明顯 就是用了一個全夜光錶面 以及一支很Sharp的橙色分針 這款都跟上一代一樣 會有延長帶送給你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款式 都可以過來試一下 接下來會有很多粉絲的 瑞士山道士的機械錶款 今次不是蠔色又不是潛水款 但仍然是一樣 這麼有型的款式 我知道近年很多師兄的接受能力 都強了很多 所以山道士今次就夠膽 嘗試用一些水晶石去圍圈 拿到整隻運動錶的感覺更多一些奢華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鋼帶 膽和非常漂亮 真的有心思 當然如果你們不喜歡射圈的話 沒問題的 一樣有全鋼圈給你選擇 整隻錶的質感 真的不懂得說 你們下來試一下 完全有別於你們認識的山道士 按照樣 時分刻度 一樣會有夜光去做顯示 當然上手給你們看看效果 我自己非常喜歡 質感很強烈 如果你們看影片覺得是想試一下 下來我們滿市 立刻給你們試帶一下 今集就到這裡 如果對影片中的手錶有興趣的話 可以WhatsApp我們客服 或者去我們各門市查詢 會給我開心的答案 還有如果有看開我們FBIG的朋友 都知道我們最近有蒂陀 Omega都會有 還有我們一直都有買開萬希全的標款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我們元朗總點去參觀一下 試帶都沒問題的 最後再提提大家 記得點贊訂閱按鐘仔 手錶資訊免費看 下集見 拜拜